6月3号 休斯顿中山学术会举行记者会 向外界介绍休斯顿桥姐 纪念中华民国抗日胜利70周年文物展 及音乐会的细节 台北经文处黄敏进处长齐永强副处长 乔教中兴庄雅淑主任李美兹副主任 及各协办单位代表与会 主办人兼总策划中山学术会会长甘又平 首先在记者会上表示 为了纪念中华民国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 休斯顿中山学术研究学会 义不容辞规划两个活动来纪念 同时对于中华民国国军牺牲奉献欲血奋斗 以及全国海内外同胞团结一致 好不容易得到的胜利结果 表达一份怀念和致敬的心意 在去年下半年起 已经积极主动发起并邀请乔社各社团支持 目前已有意愿参加的社团有 中山学术学会 荣光会 华侨协会 救国团之友联谊会 三民主义大同盟 空军大鹏联谊会 客家会 龙岗清义公所 黄浦四海同心会 台联会 中华保健中心 老人服务中心等近12个社团热烈支持协办 并且在中华公所提议 获得全体社团赞同 台北经文处 黄敏进处长在会上表示 文物展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八项活动中的第五项 感谢甘又平会长 经过多方联络协调至休斯顿展出 把中华民国国军和美军军队并肩作战 好好彰显出来 乔教中心庄雅淑主任表示 这八项纪念活动 让世人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自由人权 中山学术研究会副会长洛建民补充 这项实物展览 共6000多磅 来自加州大鹏文教基金会 可以说是抗战文物私人收藏最丰富的 很多珍品借来参展 所以他们在运输展览的保险中耗费很多 还要轮流派人去会场守着 台联会副会长陈焕泽表示 这次来的文物展品共6347磅 运费就5000元上下 因无重型装备 耗费很多人力物力 希望大家找更多的人来捧场 合唱团的团长黄英超介绍 中华民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音乐会 除了主要合唱外 为了将史实做一番阐述 还加了视讯 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日本会有侵略中国的野心 以及逃难战斗的视讯 与所唱的歌相呼应 其中还有蔡浩翔钢琴伴奏 马小华的独唱 再加上舞台剧《大刀队》 他们已经从今年3月开始练唱 音乐会入场10元 贵宾券50元 经过中山学术学会 及相关主协办社团协商 为统一视权 能一致步调 全力迈进整个活动 由中山学术学会担任主办单位 中山学术学会委员协助 中山学术学会会长甘又平为总策划人 各协办社团则依分享活动性质 分任主办或协办单位 以达目标一致分工合作的目的